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切人最后的感想和结论最重要的盼望和要求就是说有哪一个法门能救度我们很遗憾很多大法师到现在还问不出这句话出来还不再问差得很远他不管名气多大学问多深著作多少变才多好如果还问不到这样的话出来还是一个粗血还是粗血不是老参 还是太嫩了一点就好像茫茫的太平洋他还觉得我很有力量靠我自己的双臂横渡过去那你还在岸边上你甚至还没游过五百米更不要说五千米或者说五十公里那差得太远了 连到龙树菩萨这样的大菩萨都觉得这是难行道 这个修行菩萨道是不容易的 所以往往没有这种自觉没有到达最后的感想和结论他还没到这个时候 他往往学佛都是学问的多观念的多 那么内心里边呢所以贪嗔痴慢疑这个娇慢的心还不够柔软降伏 当然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根本烦恼慢心慢是根本烦恼 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过我们来念佛的人是经过了无量诸佛重度善根 这些所谓的大法师啊大学问啊大修行啊其实早就经过了 所以他今生一出头来一些老太太你看他就愿意念这声佛 我所以出家时间越长见到的大法师越多听到这样的名气人越多 越加的感觉老太太念佛不容易不简单了不起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 他这句佛号就能吞得下去就能念的到底 你大教授了大学问家了都不都不能老实念佛 没有反观指导说有哪一个法门能够救度 而且这些老太太马上听到这个法门就报了不放了 一句名号对本命元臣 所以这些往往上的英国大叔啊这些大法师们最后 往往都输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念佛人 其实不是到他这辈子临终就输到的 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输给人家了 因为过去时的善根不如人家后 所以这个法门他难以信顺 所以他就说输到今生读一词 佛到今生念虽然不晚 但是你的善根不如别人后 还在那里做学问 就像我昨天讲的还在读美食大全 然后那个饭还没吃到嘴 就是看着他请客吃饭 他抱了一个美食大全看完了 把嘴一抹一抹肚子挺一挺说 哎 吃饱了 其实满盘争修佳肴 一句没有吃到 一口没有吃到 而这老太太你看她不讲话 闷着头使劲吃 一句接一句念 是有智慧啊 所以我们到人家饭桌请客吃饭 也有点智慧 呱呱讲了许多 到最后说时间到了走吧 他们吃着呢 没有智慧 这个老师八教念佛的人 无量节来 已经在诸佛所种出善根了 所以他是早就已经离开了世之变充 像这些 以学问 以观念为主的 就是所谓的世之变充 我们真正的能把佛法 哎呀 说到这里我就是 就是感慨挺多的 佛教 佛法的内容确实很精妙 你看见能言经啊 你看见龙叔菩萨大制度论啊 你看见这些说空谈游 这个就是天花烂醉很妙的 但是我觉得三四年就可以了 再长时间都浪费 你不敢说浪费时间吧 看个人根基 就是说老在这里面钻 你要想一想要有生死观 要有无常感 今天晚上就是大地震 头上那个瓦砾 钢筋水砸点脑袋就没有命了 你能不能解脱生死轮回 就不能说口口说空 步步行有 这样就不行了 说的是很好啊 嘴上过瘾不如心里过瘾 心里过瘾不如生命过瘾 嘴上过瘾讲那些都是很好的 你讲完就好像都成佛一样 你讲完就好像开悟了一样 讲完就好像自己解脱生死一样 涅槃经啊花言经啊 这佛的境界确实让我们心中 心性开阔 眼界开阔 然后呢 但是说到后来还是佛的 怎样成为我们自己的 那就通过诸大神教典 展现对佛法无上的从养之后 就要老老实实归到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来 这个书你读的经典就有意义了 就落实归到根本地方来了 如果不然的话呢 就是随化柄充机啊 把菩萨的殊胜行 也当做自己的 这可能有点贪污的嫌疑啊 当然你能贪得到 那倒是不错了 所以在无量书记里说 娇慢必懈怠难以信词法 我经常会想到这两句经文 这两句经文 看这个读经啊很奇妙 那这两句经文法师读不懂吗 他会解释比你好得好得很 都读得懂 但读得懂 像我们读得懂 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娇慢心了 也不代表我们就没有懈怠心了 还是有的 如果娇慢必恶懈怠的人 当然比较 有身有浅 要相信弥陀救度的法门 娇慢心就仗住了 懈怠心就仗住了 哎呀我今生不幸还有一来生 今天不幸还有一明天 今天不幸还有一明年 那这样就很懈怠 必须所以佛法在这个生命在呼吸之间 那如果现在就最后一刻 不是如果 这是完全可能的 那我们靠什么处理生死轮回 靠什么成就无上佛道 如果天天这样问 像英国大学讲的 把死字贴在额头上 我们下次法师们要去讲经 我觉得宗正法再去上台 希望你把死字贴在额头上上去站着 因为本人来讲经 不是为了讲经来讲经的 本人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各位大德们 我是来汇报 但是我们大概都有这个字 谁能把这个生死排给接下来 除了把六字名号 才能把它接下来 除了六字名号 你自己吹口气 能够把它吹下来吗 这生下来就切上去的 吹不掉的